好那智良一开始先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之前是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媒体人 在服务于那个某数字周刊多年这样子 然后从那边毕业之后 我现在开始自己经营一个网站 然后就是名称叫做品味风网站 主要是报导跟美食啦旅游相关的一些新闻这样子 所以这样讲简单就是个人部落客 可以这么说 只是你的这个报导的这个路线 就是以你过去这个熟悉的这个旅游为主就对 对对对 那你过去也出版了一些书 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之前的书好不好 好啊我的第一本书其实是跟米老鼠有关的 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这个米老鼠米奇的一个收藏家 对对对个人收藏家 然后我收藏了蛮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一种的商品 所以我曾经在第一本书的时候 就是有介绍这个有关于米奇的历史啦 一些还我收藏的一些过程 然后以及这些收藏品 然后有兼职买正版吗 一定坚持蛮正版对对对 这个收藏品好像都有这种正版的坚持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伦敦这个城市 所以我后续又除了像是伦敦地铁自载邮啦 然后以及伦敦地铁购物邮等等 像这种跟伦敦有关的一些旅游的书 特别喜欢伦敦是因为以前有念过书还是 对我曾经在那边有短暂的念书过 一段时间对 所以算是游学啊 对比较长期一点点游学 对在蛮早期的时候 所以我对于那一座城市也是蛮有感觉的 那之所以我也想要再出这一本曼谷小旅行的这一本新书的话 是因为我想台湾的许多的这个喜欢旅游的人 可能除了日本之外 我想对于曼谷这座城市都会蛮有感觉的 那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 它每一年都在做一些蜕变 它无论是在它的这个整个基础建设啦 比方说像是它的这个捷运的部分啊 机场捷运然后市区的捷运 然后以及他们一些像是百货 然后以及一些各个一些文化景点 然后以及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大改造 近几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然后当然它距离我们台湾飞行时间只有3.5小时 所以距离又蛮近的 然后这座城市整体的消费 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来讲 还算是蛮便宜的 当然它的这个气候一向是非常的宜人 是 所以蛮受台湾的民众的欢迎 以泰国来讲 好像它是东南亚国家整个旅游 这个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相对于物价来讲 又比日本韩国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的话 跟欧美比起来一定是便宜很多 那如果像以我跟我们台湾 目前的一个物价来比的话 就说大概是打八折左右的 这一个情况你可以去算 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汇率 虽然说目前可能币值看起来 好像几乎跨1比1 对但其实他们 在当地的一个消费物价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点 比方说我比喻比方说 我们去百货公司吃一份餐 可能大概价格大概就是120 110 对那我们可能就是150 160所以大概就是这一个落差这样子 平常消费是大概八折 那如果你有办法找到一些平民美食的话 又更便宜 那个平民美食的话 那个价差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是是是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非常便宜又棒的一个市集 以及这个夜市 对在曼谷是非常 因为观光客也很喜欢 然后这也是属于曼谷他们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特色 是对而且这个相对来讲好像 这个泰国的治安又比 比如说像印度又好一点对不对 对像印度好像就是这个种族这些问题非常的大 对除了种族之后 我们最近又看到一些像是有一些女生的一些游客 然后在印度发生这个被当地人这个伤害的一个事件 对那相较于在一些像是比方说像 我也没有说其他的国家治安那么不好 只是说我觉得相对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去过部分的东南亚国家 我觉得曼谷这一座城市 因为它观光客也蛮多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 他们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 他们也很重视 因为这个等于这个旅游 对于他们这一座城市 主要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所以我们到各个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都会看到会有许多的那个警察在那边 在那边巡逻 所以我觉得在这座城市相对来讲 我觉得旅游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他这个观光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 所以他们对这个治安 一定要自我要求 要不然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国际间如果传开之后 也许无形中很多人就不敢去泰国 就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收入 对伤害会蛮大 所以我觉得旅游的话 第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治安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到那边 当地旅游到底安不安全 那其他的至于说其他的那一些景点 什么那还是其次的考量 是啊 对 而且这个泰国呢 这个如果听众朋友 你喜欢玩东南亚玩水上运动 很多人就会首选就是泰国 因为他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水上运动 然后气候又很宜人 那为什么他的自由行又很适合呢 自由行为什么很适合 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有聊 他距离我们飞行时间 对只有3.5个小时 然后近几年来 我真的觉得说他越来越适合 成为一个自由行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时候当地的那些交通的基础建设 还没有盖好 他们当时还没有机场快线 然后也没有那个机场的捷运线 也都没有 所以那时候我在旅行的时候 常常都是要以坐计程车 坐计程车 或者说搭配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 像嘟嘟车那种三轮车 然后去到达一些我想要去的景点 但是近几年 因为他们的这些基础建设 比方说像是机场的快线 已经盖好 所以我们只要 因为现在有很多航空公司 无论是一般的航空公司 或者说是连航 都有飞到曼谷的这个 苏安那棚最大的这个国际机场 之后我们就到地下室去 转搭他这个机场快线 然后就可以直接到达市中心 那到达市中心之后 我们再转接 他们的市区的捷运线 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转搭建车 就是说那就可以很方便的 到达你要住的那个饭店附近 然后走过去就OK了 所以我想在交通的这个部分 对于自由行 是一项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像你这样讲 如果说他的这个交通设施 非常的方便 像香港也是这样子很方便 是的 所以他的这个机家酒的这种行程 是不是很多旅行社也会推出越来越多 机家酒的行程会蛮多的 对但是因为他机家酒 所以相对于他在 就是说可能他在那个时间上面的限制 会比较浓缩一点 对对对 就是说可能飞机的一个起飞的时间 或者说他的那个饭店的一个 住宿的一个选择的搭配 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 对当然那也是一个 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 对但是我想现在 我想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懂得 怎样去利用资讯自己上网买 对所以现在的消费者就说 他们可能懂得要怎么样去购买机票 然后自己想要的一个航空公司 然后适合的时间 然后到达曼谷之后 再去选择自己想要住的那个饭店来搭配 所以你这本书呢 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真正想要自由行的 可能是五天四月或七天六月 或者是甚至三个月这样的一个设计就对 对对对对 我这本书主要的设计是希望说能够针对于 可能都没有去过曼谷或者说曾经去过 可能或许是跟团 觉得还不错玩 或者说想要深度好好了解这一座城市的 这一个读者所设计的 好那既然讲到这个自由行 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好奇说 那我既然要去这么多天 那我说第一个我一定要学当地的语言 我是不是一定要学泰文 我会讲泰语 关于这点帮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自己虽然去了几十趟 但是还是泰语这个部分 我还是会只会一些比较基本的 对类似像这种比较基本的 对那我想可能在语言的这一块 就是会有许多的消费者可能会有点担心说 可能他在语言部分不通 然后如果到曼谷去自由行会不会发生一些 会不会发生一些障碍 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就是毕竟他们是一个 主要是以观光 主要是以国际观光为主的一个城市 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民众我觉得他们的英语 好像程度不会输给我们 虽然说不会很流利 但是他们基本的 因为他们每一天 常就是可能有太多的观光客在问他们 做生意 对要问哪个地点 然后要去哪里 要怎么换钱 他们可能每一天都在听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也蛮习惯 所以他们都会比方说简单的英文 甚至有一些人他也会中文了 我后来发觉说 最近几次去发觉 他们连海关连什么都会讲一些中文 我想这个可能跟对岸的蛮多的游客有点关联 对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游客 他们如果是第一次出国 可能都是以东南亚为主 或者是以台湾为主 所以大量的中国的游客 就会造成他们很自然就会学习中文 这是一定的一个发展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去买东西 然后杀价 有时候真的是跟他杀不通的时候 他就会讲出中文 所以发觉原本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时候 有时候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也是要小心 不要以为他们全部都完全听不懂 其实他们现在有蛮多的人在学中文 就是说 我说他们当地的民众 有蛮多人在学习中文这一块 我们这本书呢 其实对于这个行程规划呢 设计的还蛮周到 有分为这个五天师爷 然后有这个出炭之旅 文化之旅 乐活之旅 以及有这个七天 漫漫玩之旅 甚至你也可以一到三个月长居 关于这些呢 其实在书里面都有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在还没介绍这个行程之前呢 是不是简单先把泰国的这个大致的一个概念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泰国的首都就是曼谷 虽然我们这本书是以这个曼谷为主要的一个 对对对 篇幅为主 对 但是因为怎么说我们都是来到这个泰国这个首都 所以我们要对于泰国这一个国家 那有一点基础的一个了解 也比较好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就说 他们讲的就是主要就是以太语 然后再说泰国他本身这个本岛很大 他大概有台湾的14倍这么大 然后他的整个形状位于中南半岛 他就是有点长得有点像大象头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 这个整个泰国的地图的话 对然后他比较主要的一个著名的城市 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他们的首都 就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啊经济啊交通啊文化教育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首都就是曼谷 对然后在北边的话 我想也是有另外一个度假生意叫做清迈 也有蛮多人喜欢就说 他可能觉得曼谷会因为都市嘛会比较热 人比较多 对人比较多 所以他们可能会挑选清迈这个第二大城 然后去做一个旅游 当然就是因为清迈毕竟是比较北边 所以他的气候比较宜人 但是因为他的开发也比较少 所以他比较有原始的风味 对所以在整个环境啦跟曼谷比较起来就不太一样 对那当然最多游客喜欢的 当然是像说交通比较便利 然后就说比较多可以逛街啦购物啦 吃东西的地方的话还是以曼谷为主 那我在这本书里面有就是我讲到 就说曼谷这一座城市 因为他旁边有一条河流经过他叫做招皮河 我们以前就称之为梅兰河 就有点像台北市的淡水河就对了 对这一条河的话对于曼谷这一座城市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名脉 在早期的时候他们都是当作是一个 主要是通商啦什么主要的一个运河嘛 那现在的话当然还是有 但是他现在增添了更多的角色 就是他可能成为一个观光的一条河流 就说我们到时候比方说我书里面有介绍 我们除了曼谷的一些在旅游的方式 除了说我刚刚讲的说搭捷运啊搭街人车 搭渡车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搭船 来游曼谷 那我里面有一个章节特别介绍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推荐的一项方式 旅游曼谷的一个方式 然后曼谷他目前就是有分成50个行政的一个区域 然后人口数有一千万人左右 对 整个曼谷 对然后泰国这一个国家的话 就是说他们主要是佛教国家 我们大概应该对于这个 他们对于 因为你知道他们当地的男性是都是要去 好像跟我们那个年纪到要当兵一样 对对对 他们都是一定要去佛寺里面 所以他们这是一个就是以佛教 至少六成以上都是佛教徒 所以我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他们很多很多的佛教徒 所以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寺庙 所以我们到曼谷旅行的时候 就是我书里面有提及到 可能有一些小禁忌 就是说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第一次 来到曼谷旅行嘛 然后就啊这个地方很好玩啊 然后看到很多很多新鲜事情 然后就我们就很热情 因为我们台湾人就比较热情 就是会跟他们打招呼 会看到小朋友很可爱就摸摸他们啊什么的 那我书里面就写到有一些禁忌 就是说比方第一个就是说 看到很可爱的小朋友 我们很喜欢去摸摸他的头 但是在泰国就是这是不行的一个禁忌 因为他们觉得说 在他们头顶上面其实是有神佛的 有灵魂的 所以你去摸他的话 就会为那个小朋友带来厄运 所以这个是很就是不要这样做 我们看到他很可爱就很可爱拍拍照 这OK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僧侣 我们在路上 那因为他们等于就是 这个出嫁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不要去触碰到一个僧侣的身体 无论是男性女性都不要去触碰到他 那再来就是因为曼谷很多的寺庙 很值得去参观 那虽然曼谷很热啦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气候宜人 但其实我说的宜人就是 他出太阳的时候是很多的 但是因为他也就是因为他天气比较热 所以我们去常常就带了短裤啊背心 这很正常的短裙啊 但是我想我还是蛮介意说 至少带一件比较长的 或者说因为到我们要去参观这些像 无论是像是大皇宫啦 像是一些卧佛寺啦 玉佛寺这一些寺庙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祭拜的一个景点 一个参拜的一个景点 所以去到这些地方 绝对不能穿无袖的 也不能穿短裤 也不能穿短裙 这些都是被禁止的 所以这个衣服还是要看场的啦 那当然如果你到塔亚要去玩水 你就可以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这个是简单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那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蛮多这个 光是在曼谷市区 就你在介绍就非常详细 光是这个百货商场全攻略就有很多这个 几乎都是一个某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苏联因为篇幅就是针对于这个百货商场 这个里面全攻略写了这么多 是因为 我讲因为曼谷就是真的是 比较炎热的地方 所以我们 大家就会躲到那边去 所以他们也很了解说 因为天气热 所以他们就想说 多盖一点百货公司 让各国的消费者然后来尽情的消费 所以他们盖的百货公司是一年 盖的比一年还要再大 然后每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规模 除了大之外 它里面都各有特色 然后百货公司里面除了有像一般的百货的类型 然后有餐厅之外 他们还会有比方说有水族馆 然后有电影院 然后甚至有溜冰场 就是说他们会把所有游客想要玩的那一些 就是等于就是想把游客的钱炸光 所以他们会尽量的盖出很多很多 很舒服的百货公司 然后让我们去避暑 对这个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常逛百货公司 你会发现其实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买东西 可能这个几乎每一家卖的东西 可能世界各国有名的品牌都有 那最后就是比较那个到底谁比较大 谁比较豪华 或是谁的主题性比较特色 就会吸引你去这样子 那是不是也就来帮我们挑一两间 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主题的 这个购物商场介绍一下 好啊像我自己个人里面最偏爱的 就是有一间叫做 Terminal 21 航站21购物中心 那这个百货公司为什么特别吸引人 是因为它是以一个航站的概念下去盖的 像那个机场航站这样 对对对所以你当一进大门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有海关人员穿着那个制服 在门口把你引接进来 那感觉上好像真的有点在进海关的一个概念 那的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曼谷 对于这个安全的部分很重视 他们也怕有爆裂物 所以他们在这个路口常常会有一个感应器 对对对所以有点感觉像 有点像真的好像要进海关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说他们会有个感应器 看看你是不是有带一些危险的一些东西 进到他们的百货 就X光侦测这样 对有点类似对 然后这个进去这个百货之后 他这一栋百货公司 他是每一层楼 针对于不同的一个城市去下去做规划 然后像我里面就是有提到 比方说他的地下楼层 就是有那个所谓的 他就打造成罗马的风格 哦世界有名称卿 然后在上一层楼就是巴黎 然后在上面就是有东京 然后在网上就是伦敦 然后伊斯坦堡等等 最后上面是旧金山等等 然后他打造每一层楼的话 他的那个规模其实都是做得非常的用心 就是说他这一层楼 他所有的整个风格造景 还有很多 比方说像是我书里面有提到说说 到了最顶层的那一个旧金山的大桥 就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桥 跨过一整个百货公司横跨 非常的精彩 所以光拍照打卡 就我觉得都已经很过瘾了 哇在百货公司里面去设计 那个城市的一些有名的一个地标就对 对对对 所以即使不买东西 我觉得光在每一层楼拍照 拍那一些他们设计的那一些 我就好像感觉上有点像 环游全世界那种感觉 所以光是你刚介绍每一层楼 都有这个全世界有名城市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设计 即使你不买东西 光是拍照你就会疯掉 对啊所以真的每次到了这个 Terminal 21 几乎都会花上两三个小时 因为好逛嘛 所以因为它里面就就 比方说它每一层楼 比方说我这一层是日本的这个楼层 那他们就聚集所有跟日本相关的一些 东西在里面 然后让你去慢慢买慢慢逛 然后它比较精彩就是它的一些 像地下楼层的超级市场也做的非常的大 那里面就是比方说 像我们想要买的一些购物的 可能伴手礼啊什么 这边都有卖 那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一网打尽我们消费者 就我们观光客的荷包这样子 而且这家是2014年这个成立的 对 然后我这个对泰国曼谷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 唯一一次跟团 所以我像如果十几年后再去应该 很多新的这个大楼冒出来 我们可能都不认识 对 因为跟团有它的乐趣说 我在最早最早第一次我也是跟团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大部分就是 第一次追踪到这个曼谷这个城市嘛 然后就走马看花 但是也觉得说这座城市真的还蛮有趣的 对那我们我想在十几年前那时候玩的一些游乐设施 跟现在相较起来真的是有蛮大的改变 就是无论在购物无论在旅游的景点 他们每一年都在做一些变化 希望说能够不断的吸引你来过 我希望你今年去年来 你今年还能再来 你明年还会想再来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这一个 观光其实真的是花了蛮多的心力 所以你这样讲即使是同一个景点 它每年还是会增加一些新设施 跟迪士尼一样 对他们不断的花钱去翻修再翻修这样子 即使是同一家百货公司一样 因为竞争非常的接近 对 对 因为如果你就不翻修 人家盖新的大家就不来 所以你就只好重新再装潢一次这样 对对像我特别就是要提到就是说 他们为了让怕那个游客会觉得说 曼谷实在是走在路上太晒太阳了 他们就把整个架起那个高架天桥 然后是有屋顶的高架天桥 所以游客只需要走在高架天桥上面 完全不会被太阳晒到 就直接连接到百货公司里面 每一个百货都这样连接 空桥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走起来非常方便 因为不用过红绿灯 然后走在这个空桥上面 就非常的舒服 因为有屋顶 然后就直接接到百货公司里面 逛完一家之后 再从另外一个出口走出来 继续走空桥 然后再逛另外一家百货公司 全部串在一起非常的好逛 而且又人车分道 这个跟下面 因为我知道曼谷的塞车 好像是全世界有名的 对其实十几年到现在 我想并没有说因为交通建设 变得比较好 然后比较不塞车 其实还是蛮塞车的 然后他塞车原因就是因为人口多吗 人口多 然后主要是他们车子也多 然后真的是观光客也多 然后大家 因为你也想嘛 曼谷这座城市就挤了1000多万人 每一天的上班下班那个时段 然后以及观光游客都是蛮高峰的 所以几乎 除了可能是下午时段 稍微人少一点点 否则大部分时间都还蛮塞 特别是在上班和下班那个时间 对啊 因为我十几年前跟团那个导游就说 曼谷很会塞车 那十几年后也还是一样 也是蛮会塞车 只是说对我们游客来讲的话 就是说因为还好有多了捷运 这一个方式 就是说他们为了观光客 几乎所有我们想要到达的一些景点 由这个坐这个捷运站 搭这个捷运都会到 到达附近 那只要在步行就会到 所以就可以尽量避开这个塞车的一个 就上面什么塞已经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是坐捷运 所以这样子光是利用他们捷运来通车 这样子就可以玩到5天7天这样子 对 我苏林卫是蛮建议说 如果你都还没有去过 通常因为我们 因为也是请假的缘故 所以我里面列的蛮多就是以5天4夜 为主要的一个行程的规划 当然如果能够待到一个礼拜的话 我想那个玩起来的那个舒服感 就是那个悠闲感会更有 我里面有建议到 如果没有办法时间长一点 那就建议到郊区走一走 那如果没有办法 那最少最少也希望说能够有安排个5天 毕竟虽然说曼谷离我们不远坐飞机3.5个小时 但是怎么说我们还是要check in check out 就是搭飞机这个时间 几乎也会被影响到 所以我想建议说 至少能够安排个5天4夜会比较适合 而且5天4夜呢 其实扣掉头尾的话 其实你真正玩的只有3天的一个心情 已经算是很短了 真的真的 对啊如果你3天的话更没有感觉 对啊 所以如果是5天4夜的话 玩法也是要相当的 就说曼谷还好这座城市 就是他晚上 通常有一些像日本啊 像什么可能到了晚上 把握公司都关门了 但是你也知道曼谷是一座夜生活的城市 白天他们我们就是因为太阳很大 那我树里没有推荐 白天我们就可能就是逛一下把握公司 走一些景点 那很热 那到了下午之后 比较凉爽的时候 白天我们就中午就可以去做做按摩了 那到了黄昏 然后太阳终于下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逛一些市集啦 夜市啦 所以在曼谷玩是可以一整天其实是可以玩的算是蛮扎实的 那既然讲到这个市集夜市啊 其实在书中有一篇是专门介绍曼谷人气四大美食皆比拼哦 是不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刚有聊到就是说在百货公司里面有许多游客会想说 到曼谷他们不晓得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我有看到很多很多路边摊 然后感觉上好像又可能你第一次去就觉得说 好像不是那么卫生 又不太敢吃 又不太敢吃 因为通常第一次的确会这样子 但是可能你去过几次之后 你真的会能够克服那个心理障碍 那第一次的话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书里面就特别推荐说 你当然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你再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美食的时候 可以到一些百货公司里面的一个美食街 对那他们的美食街的规划都是规模都是非常的大的 可能不是像我们百货公司那个小规模 因为他们知道说国际的光客有这么多 所以里面书里面有特别推荐四个百货公司里面 然后你不同的一个风格 那你如果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 你不晓得要吃什么 那我就建议说你在逛街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这个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那美食街里面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 的料理都可以吃得到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又不会热 然后价格也算 价格也算还算OK 对然后重点就是说可能在卫生的部分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可是如果是购物中间的美食街 我觉得至少这个卫生就条件又比这个马路上的这些摊饭 又好一点 对只是说我顺便还是有推荐的 就是蛮多到那个我们印象深刻 就是说比较深刻的一些可能是路边摊的美食 像我们印象中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吃过一些 像是那个泰国的什么香蕉煎饼啦 或者说泰国的一些什么芒果芒果糯米饭啦 这一些就是说或泰式奶茶 那这一些当地的这些特色的料理其实在泰国公司都吃得到 但是你会在路上的街上也看得到 对 只是说可能路上的街上的价格 真的就是更便宜一些 对对对一定的 对那我是建议说如果你觉得你还OK 肠胃也 我周边朋友去的话好像大家都吃得好像也都还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拉肚子的问题啦 这个好像自己也要稍微尝试一下就对 看看你的肠胃能不能习惯他们这个路边的这些饮食 对当然还是有一些路边的美食我是不太敢接受 像有一些他们很习惯吃一些炸昆虫啦 什么蟋蟀啦什么蜘蛛啊什么 他们都会有那种东西 但是我那种东西我就目前我还是没有去尝试过 就是路边就直接有在烧烤这些昆虫就对 对对对用油炸类的 然后可能就是撒上一些胡椒粉啦一些调味料 然后咬起来我看老外他们是蛮敢吃的 其实那个形状看起来很可怕 可是我相信吃起来其实应该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都已经被那个很重的一个味道盖下去了 对所以很多的官方客会去挑战这个 所以如果你这个想尝试的那个心比较强 或者说你肠胃还不错的话 或许你有那个胆量去尝试 他那个有很多种类的昆虫 也有蛹啦也有蜘蛛啦 狼猪啊 对对对就看起来蛮大只的 但他都被油炸过 用油锅油炸过 然后听他们吃起来的那个声音就是卡滋卡滋脆脆的 他们说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感觉 对啊这个吃起来就好像在吃那个炸的东西这样子 但这个的话就是保育公司没有卖这种东西 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吃完东西之后 难免就要看一些这个特别的秀啊 那以前大家好像对泰国的印象就是都看人妖秀 那其实除了人妖秀应该还是有很多值得看的这个 晚上的这个秀场表演对不对 对人妖秀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在帕塔亚的地方还是蛮盛行的 对那曼谷的话当地的话就比较少一点 那我夜生活大家就是说啊不热了嘛 所以有的人可以可能选择逛街啦 有的选择去按摩店按摩啦 那我觉得我里面书里面的特别推荐就是说 如果有机会能够去看一下秀 像里面书里面有写到一个叫做天使仙罗秀 对那这个地方的话好像蛮不多人去过 那我觉得说那蛮可惜 因为他这个地方做的真的是颇有规模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 他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泰国的一个 就是传统的一个 就是说你要看到泰国他们早期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形状 就复古风就对 对对对那你可以他里面就是 就是你只要买一张票 然后你就可以可以在里面可以先游历 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说他们当地的美食 是怎么制作的 然后布是怎么吃的 然后他们会把他就是把那个氛围整个做起来 就是说你可以先在里面逛上一圈 他这个等于像是他们泰国当地的一个 风土民情的那一种设计 对然后完了之后这只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第二个部分他可能就在他的广场上面 然后他们就开始会有当地的一个舞蹈的表演 那就会邀请这个观众一起下去 就是跳一些泰国舞 一起跳就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晚上比较舒服了 所以那个广场就蛮舒服 然后再搭配那些泰国的音乐 然后到了晚上大概是8点钟左右 就正式要进去看这一场秀 那这一场秀的这个规模很大 他这个这个秀场里面大概容纳2000名的这个观众 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秀场 那进去之后他就会把他这个整个剧的话 就会分成几个段落就是说 介绍整个这个他们是藉由这个表演的一个方式 让你了解说泰国他们从最早开始的一个文化 泰国史就对对对对对 但上面是就是又就是这个整个是 大概有上百人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 是非常的这个规模很 而且还有打斗的画面对 有打斗的画面甚至连那个大象都会上到 对对会上到舞台上面对 那我觉得这个一整个这样看一下来 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精彩 就是说你可以了解到泰国的一个风土民情 然后再来就是说又可以跟他们一起共舞 然后最后就是可以欣赏他们这个比较精彩 安排这个规模很大的这个秀 那当然他现在他现在为了 知道说YF度的观光客 他们在外面还安排了一个餐厅 里面专门就提供一个泰国当地的美食 就像是我们比方像是这个虾饼 月亮虾饼 然后这个泰国凉拌木瓜丝 泰国这个就是这个米粉汤 他们就搭配在这个行程里面 所以就是让你这个秀看完之后走出来 就是顺便就吃吃喝喝就对 他的顺序是先去吃喝 但是我书里面就有提到就说 因为我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你如果到了当地 才想要买这个票的话 我这个价钱就会比较贵 对会贵蛮多的 所以我书里面就建议想要去 这个这个看这个秀的 然后这个消费者最好在台湾先 透过一些比方说旅行社 或者说一些订购这个票的 这个票券的一些网站 那个价格真的会非常优惠 甚至有的甚至便宜到一对折左右 对像刚刚那个金明哥提到 就是说那个人妖秀也是一样 是而且人妖秀其实是有很多 都有在表演对不对 对对对还是很多的表演 就是说现在人妖秀在曼谷也有 只是说比较少说 我们会去到曼谷去看这个人妖秀 对我们可能就是在曼谷 我们可能因为看你的行程安排 如果你说我已经很确定说 我还要再去这个 那我通常我们就不会安排一些 重重复的秀 那你就说那你可以在曼谷 就说那我就看这个仙罗秀 或者说我就看泰拳 然后或者说我甚至去参加一下 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当地很多很多的秀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比较成人的 他们那边也有 我知道以前我之前去还有什么金丝猫秀 就是俄国人在那边跳 对对对那他们当地就说为了吸引光客 那到底只是说你去看这个秀 我是蛮建议说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就是说我们晚上去逛一些夜市 然后常常会看到有一些路边招揽 我们去看一些什么可能是什么 钢管舞或什么 那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有跟朋友一起的话 那倒还OK 就是要有当地人在的话 对那如果个人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建议 就是说那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危险性 就是还是有一些这种黑店会宰客就对了 还是会有还是有发生过对 所以这些比较挺要深色场所这些 你也知道就毕竟这个国家 晚上他们这个深色场所是蛮丰富的 所以就说你自己去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 最好是要接办同行 所以看到那种黑黑暗暗的小店 就尽量不要进去就对 真的要的话就是要像书中有介绍 这种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 或比较大的一个秀场 他就是比较单纯的 对对对 那刚刚我们介绍都是一些曼谷的一个景点 那在这本书里面的曼谷 大概占了大概八成的一个篇幅 但是这个帕塔亚跟一些焦局 其实有一些还是很有名 所以还是要把它收录在书里面才会完整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个帕塔亚 帕塔亚现在还是一个水上活动为主的一个区域 没错没错 金敏哥有去过帕塔亚吗 有 然后好像就是玩什么拖曳伞 香蕉船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现在的帕塔亚就是说 因为他之所以为什么会一直受欢迎 就是因为他距离曼谷比较近 车程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会到 可是他整个风貌就跟曼谷完全没有关联性 因为他靠海 所以他们这个帕塔亚主要就是会做光课 就是做这个海的这个度假胜地 就是做跟海边这个相关的一些游乐设施 对那像是那个帕塔亚虽然它主要是一个帕塔亚湾 所以他的饭店都盖在这个湾附近 沿着海湾附近 对这个湾附近 所以这也是主要我们就是逛街的地方 但是如果真的要玩水的 真正要玩水我是没有推荐的 就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湾 因为这个湾虽然说上面有很多的躺椅 然后也有水可以玩 但是我还是比较近说 我们大概可以搭个这个船 然后离开这个帕塔亚这一个区域 到它的离岛离岛去 有个离岛叫做格兰岛 它的格兰岛的话也是面积算蛮大的 然后这个格兰岛它这个小岛的话 它每一个面向都可以都是海滩 所以都可以玩 那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海滩就是说 也是最大最多观光客去玩的那个海滩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玩拖曳神 对然后它的这个岛上也有很多的餐厅 然后可以在上面吃一些海鲜 然后就是水上活动就是说 有拖曳神水上摩托车 然后或者说香蕉船 都是在这边玩 一般的这个团体行程 好像也是都拉到离岛去玩 所以拉到离岛原因是什么 是水值比较好吗 对的确它那边的这个水的清澈度 真的是会差异性蛮多 就是跟那个帕塔拉那个 那个海湾的话 你到那边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差 水值非常的清澈 但有些游客想说 我可能不想要跟这么多的观光客 就挤在这个湾 挤在那个沙滩上 它其实好几面沙滩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些外国 就是我们同样到达这个码头 所以你可以在坐它的那个骑车 去跟它租车 或者说他们会当地有那个租借机车司机 会把你载到其他的湾 那人就会比较少一点 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观光客 在那边旋转 那这一个岛的四边的海 都是 这个海水的清澈度都是非常的高 所以一般好像到那个岛 就要安排一天对不对 大概至少要 至少要有半天 就说因为你去那边就是晒晒太阳 玩一下水上活设施 然后大概就是回到这个帕塔拉的话 大概就是已经在黄昏了 然后黄昏之后就开始安排帕塔拉这个地方的一些夜生活的一些活动 那帕塔拉的晚上好像也是非常热闹 对不对 这个大家好像就一群人就是没事就走在沙滩上走来走去这样子 因为它真的主要是针对观光客去做设计 所以无论你要就是逛街 它这边就是街真的是 因为它一边是海湾一边就整个都是逛街的区域 然后它这边也新盖了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 你也可以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是逛街很凉爽 当然你也可以逛一些海边的一些商店 然后那个很好逛就商店很多了 然后晚上就你也觉得累了 可能今天去玩水晚一天回来累了 那就可以去按个膜 或者说看个秀就是刚刚金明哥有提到就说 人妖秀 人妖秀十几年前人妖秀 怎么现在十几年后怎么还有人妖秀 因为它等于就是 这就是属于是帕塔拉的当地的一个特色 那虽然一样是Tiffenny或是Chin Tony 都是这个比较有名的人妖秀之外 他们每一年都不断的在改戏嘛 他也是怕说光刚看腻了 所以他们现在添加很多比较有趣的戏 或者说他们在这个表演的歌曲里面 可能也会穿插一些我们比较热门 我们比较熟悉可能是一些国语歌曲 他们现在也很满会唱国语歌曲的 然后来吸引 我那时候去一听 结果就听到他模仿邓立军这样 那边就会唱 现在就比较没有邓立军 现在就是可能会没有 就模仿说现在他们会 像最近谁比较红 模仿一些好笑的 他们也会跟上这个潮流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到泰国 一定会买一些这个纪念品回来 那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 这个一定要带回来的 对啊 因为曼谷之所以那么好玩 就是因为他真的也蛮好买 而且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去那边玩 一定要带一些伴手旅回来送给朋友 而且其实蛮多人也是跑去曼谷批货 批货 我想现在越来越难赚 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懂得说 自己买就好 对那什么东西一定要从曼谷带回来呢 那像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书里面有特别推荐 像是一种一种一种薄荷凉棒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他那个薄荷凉棒有很多的颜色 然后他的薄荷凉棒除了可以抹在额头上面 像夏天现在夏天这么热 每天就是头昏啊 头昏欲睡 所以他那个可以抹在额头 或者说放在鼻孔里面去呼吸 然后就可以呼吸他那个凉凉的薄荷味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蛮适合买回来送给同事 为什么 因为他一整排都是一整排的可能有不同的颜色 那一个大概就是20块18块20块 买起来相当便宜的 所以送礼蛮方便的 然后当然除了这个凉棒之外就是说 像可能有人会知道说 泰谷有卖那个像这种肌肉酸痛的那种软膏 虎什么膏 对他也有虎油 然后还有那种肌肉酸痛的那种推拿膏 那大家也蛮喜欢 因为他价格也蛮便宜的 所以大家也蛮喜欢买那个 那除了像这种像夏天还有什么比较值得推荐 就是像他们也有那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蛇牌 的一个爽生粉 因为他们泰国就是天气比较失年 所以他们自己做的那个爽生粉特别好用 那价格其实也很便宜 一罐才三十几块钱吧 是 铁罐包装的 对 那也可以买得到 然后还有在就是泰国的香皂 然后一些手工香皂 有特色造型的精油什么 那都可以买 那除了这些用品之外我也蛮在意 当然就是最容易是买一些吃吃喝 买一些吃的东西回来送给朋友的同事 那像前阵子很流行的那个一些泰国的辣鱿鱼片 那个辣度很多等级的那个泰国辣鱿鱿鱼片 还有现在还在流行的那个酸味的那个泰式的那个泡面 那个鲜虾泡面 或者说像是那个那个小老板海苔等等 这些食物都很值得买回来送给这个朋友 或者说是同事 对 那我书里面有特别说说 你要买这些东西 我想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不用担心买不到 在路上在百货公司 在一些小商店都看得到 那我书里面有特别提到 里面有一个那个超级市场 就像是我们的加勒服 它叫Big C 大的C 大C 这个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超级市场 就专门光客 for光客去买 就有点像是像韩国光客来到我们这边 就一定会去加勒服采购的一个概念 他们这个Big C里面 他知道说光客想要买什么 所以他都把它打包好了 我可能这一袋就是小老板海苔 可能就是1424包一袋 或者说什么泰国牛奶片 泰国椰子片 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些饼干 全部这边都有卖 甚至连那些软糕 薄荷棒 都买得到 所以 而且因为他用他的量 非常 就是很齐 除了种类齐全在价格 也相对比外面便宜一些 所以我常常就是 前面我都不会去买这些伴手礼 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我可能会移动 就是说我会跑来跑去 我通常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才开始打包 所以就直接到Big C买就对 当然在过程中我们也会很想买东西 老实讲就是我们看到什么 有时候 但是通常我们买了 我就买来把它吃掉了 就是说我就会把它买来自己把它吃掉这样子 但是伴手礼物可能会放到最后面 除非是一些 可能你经过不会再回头的 那个可能就是你当下就是利得要买 一定要赶快买 因为你可能就不会再回去同样的地点 对那有时候买东西是这样 好那最后那个 智良帮我们总结一下 像你这个书中推荐五天事业的一个旅程 这个行程设计还蛮多的 那假如说以五天事业来讲的话 大概要带多少钱 五天事业我想现在他们当地的政府之前是有规定说 因为他怕你不消费 他希望说你能够带2万块钱泰租的面额的那个费用 进去他们卖股 他可能会抽查 带等值 可能是美金什么的 对但是近期好像说他们已经不太会做这种抽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夸张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带1万块钱 真的是还是蛮足够的 就说你如果真的买很昂贵的东西 那就用刷卡的 那通常这些我自己习惯就是 我就是带 我就是习惯在台湾换那个百元的美金 然后在当地再去换钱 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汇率其实就是 绝对会比台湾来换来的好很多 所以我是蛮建议说你就是带着那个 带美金去换 对对对 然后他当地有很多很多换钱的点 那每一天价钱都会稍微浮动 但是价钱都会绝对会比台湾好 所以我就想说你可能就 可能在台湾先换个100块美金的泰租 可能就是因为你一到一出机场 你可能就是要先买 坐计程车 要坐计程车 要坐捷运 然后可能要换个要办个那个 那个手机的那个上网 那个SIM卡 那个可能要花一点钱之外 你其他不会嘛 那你可能到了市区之后就开始去换你 再去换钱这样子 然后换钱的经典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 因为我怎么记得以前印象是说 你跟他们当地的小贩换 价钱会比较好 可是可能会被骗我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的印象是我觉得 因为他们其实当地换钱的那个 因为光客很多 所以他们换钱的点真的很多 那当然有几件是比较有规模的 像是我理书里面有提到 叫Super Rich 它又有分成这个橘色啦 然后绿色啦 这个Super Rich 在当地的换钱的点很多 然后这个都是很大规模的 像是银行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都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或许你说可能到 Pattaya有一些换钱的小窗口 但是可能会 但我个人觉得目前是没有预告过什么 可能有假钞什么 因为他们也很谨慎 就是说他们也很怕收到假钞 所以他们也很谨慎 会不会收到你的假钞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没有说被他们诈欺 或者说短缺的这个情况 就是你怕他们 他们也怕你就对 而且你是一张100块美金 对啊 等于就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找 就是有那个比较 因为他们在捷运站 上面几乎都有换钱的点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没有地方换钱 然后再来呢 这个在书中呢 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在书中呢 这个书里面介绍的每一个景点 后面都有附这个QR Code 然后一扫下去就跳到它地图吗 Google地图 对对对直接跳到Google地图 对因为 所以但是重点呢 就是曼谷是随处都有WiFi可以连吗 还是一定要自己带行动网卡 我还是蛮建议 就是说到当地的机场 最好能够办一张那个 可能就是7天 299块钱其实也不贵 那你免费用7天的那个SIM卡 就是无线上网的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 因为他们有一些地方的确有WiFi 但是那个其实相对他们普及率 绝对没有我们台北来的高 所以你讲7天是没有流量吗 没有限制 就是7天是到吧 大概是1.5G到2G的限制 但是我想像我刚说你一条 5天4天我觉得其实是蛮足够 因为像一般的饭店都是有WiFi 免费WiFi的 所以我觉得流量的部分除非你是看了很大量的影片 否则一般我们只是要发发Facebook Line 或者说我们查查地图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流量的一个使用 所以到了机场到他们那边再买SIM卡就够了 对对对 当地有很多街 那你一出道那个出关之后 你就看 因为几乎价钱每一家都是一样299 那就是大家都7天这样子 那你就现场就直接兑换一个SIM卡 他就会帮你把它设定好 那里面还包含可以打手机的费用 对那回来说就把它抽换起来就好了 其实蛮方便的 就是直接换他的卡就对 对对对 这样也不会不小心这个开到自己的国际漫游 对对对 然后后面书里面附的这个QR Code 是为了要方便现在的一个读者 可能就说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书可能景点他看过了 然后他会觉得说可能要带一整本书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那我后面就设计这个QR Code 就是说你只要扫这个QR Code 那立刻就可以Google到这个位置 那这样子的话使用起来会非常的便利 所以你说他为了这个不想书袋太重 可是他还是要把书袋去扫 所以其实就是把它引一下就好 后面这几页 你要撕下也可以了 但我是觉得说 因为毕竟他这个QR Code 都跟前面的这个内容是相关联系的 对 那我说你如果单纯只看QR Code 可能不晓得说 我这里面写的这个先罗发现 这个中心到底是指什么地方 就是最好你们也有 还是要整本书 对 看到这个 没有你可以在台湾的 先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景点 对 大概有个印象 当然如果要带去也没问题 那如果嫌太重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先看看前面的内容 那这样你对于这后面的QR Code 你才可以对得上 好那最后这个到泰国 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 这个暑假忘记夏天去 现在去等于是他们泰国的热计 很热的热计 他都讲热计 表示他真的还是蛮热的 我们台湾最近也蛮热的 但是曼谷还是比我们更热 比方说现在他们可能是 有时候热计就是常常会来到38度 35度以上是很正常的 对所以他们真的是热计 然后所以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 所以我们去到曼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我觉得啦 太阳眼镜防晒油 这个草帽这个是一定必备的 对一定必备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但是因为这个季节就是 也是最多人 因为暑假嘛 那我们也是最多人喜欢去这个 海岛国家因为可以玩水 那人是最多的 但是我也是蛮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 可以时间上允许的话 我非常建议凉记 凉记就是大概是11月到2月 这就是凉记 他们的气温会降到28度 那白天一样可以到达30度 但是他那时候是有风的 不是一个闷热的感觉 不是闷热失年 就是说他有风的 所以在一个季节去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就是说会比可能8、9、7、8月的话 可能就是从热计进入到雨季 那雨季一样是非常炎热 只是说雨季就是他下午会下雷雨 因为毕竟他们是这个 热带国家 就是说下午就会下雷雨 但是雷雨会下的很大 但是不会很久 大概就是一个多小时 下来下会比较凉爽 有时候雨季去的话就是 刚好你看到这个天气变的 赶快先躲百号公司一下 等到下完之后你再出来 也蛮凉爽的 这个时候就是大概他们的雨季 接下来 对 那热计雨季有时候 他们其实是 就是衔接在一起的 那凉气的话就是天气很 他们没有所谓的冬天 但是他们就是有他们的天气 比较舒服的时候 所以我也蛮建议这个时候去 会比较不会那么热 所以这个泰国就适合这个 冬天的时候去避寒就对了 对那你如果比较热血 这个时候去当然也是蛮开心 我想很多人还是想说 要去曼谷就是要热 就是要戴太阳眼睛 就是要去玩那些水上活动 那这个时候去就蛮很适合 不过回来一定会黑一圈 这个泰国是很正常的 对对这个泰国还是真的有点热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蔡智兰为大家介绍 他的享受版曼谷小旅行 四块一文创所发行 好谢谢